跳步这些技术动作运用的还都是非常的垂直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有这么爽快的一个反击 全年轻了 都注意一点 然后还有个11号的 11号 12号冲陷 德瑞 芝加科 马林科维基 赵瑞的比方说还要高一些 断了一个 赵瑞拿回来 漂亮 反击三打三打二 跑球 再交王德林 跑球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说说为什么要很一个整体的固执 这球漂亮 这两个人啊 之间的配合 这球不追 你看没有 不要等他们防你 打完拆之后 郭艾伦外线的出手 漂亮 现在郭艾伦这个老 昨天也有这样子 昨天郭艾伦是全局最高 17分 这个到第一位完全没有问题 很清晰 但是呢 你要真说从个人能力来看 好球 周琪 快攻反击 从个人能力来说 你跟周琪比高度 那就是多数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啊 所有的人都动起来 抛头 篮木球能不能拿回来 好球 自己把篮木球拿回来 好球 向了 强攻 好球 强攻 好球 弄的就不灵了 好球 好球 大侄子有这个特点呢 用得上 走 三线快攻 二打一 郭艾伦 好球 就是难得看到一个防伤反击啊 效果这些技术动作运用的还都是非常纯实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有这么爽快的一个反击 对 不懂 对 郭艾伦什么节挡猜 郭艾伦进来了 到球 二加一 郭艾伦这一个反击 一个突破啊 确实是见功夫 这个真是成功 嗯 酸人分 他这个身体在对抗之后 现在他还能够保持自己还是平衡 对 能够做出下一步来 对 很大因素是来于他的体能和对抗能力上升 对 下罚命中 给空中接力 无欲忧票 郭艾伦和沈子杰之间空中接力二加一 哇 这个气势强啊 沈子杰这是在和对方有对抗之后 空中还做了一个拉杆 对 郭艾伦这段时间现在刺一个进攻端 那进攻端还就得指怪链 对 你看 这个球会供于沈子杰跟后卫的默契 对 看一下反击能不能有 郭艾伦给沈子杰 没有追走 哎呀 这球差一点折扣 打反击 哎 这个球好 哎 我喜欢这个 对 快发底线球 郭艾伦二加一 这都是我说的 哇 第四节郭艾伦得了多少分了 对 我们把他几个位置上都用的比较多 好球 郭艾伦在分篮下 又是一个二加一 嗯 郭艾伦这段时间啊 真棒 这确实体现了后场核心的架势 对 它 它 它突破 因为 猛了 走 上球好 前场一打三 上得非常好 郭艾伦 犯规 这个时候应该发球了 因为 第一发有了 这边上了 对 看一下郭艾伦今天17分四个篮板 六个助攻 就在国际比赛里 这个六个单场六个助攻啊 这不少的数据了 对 他那个32号 叫什么马里奇 叫什么那个 嗯 我说打球特棒那个 那个 克罗蒂亚的 他也是六助攻 对 但是你看啊 在我们一防了以后 那个 他的32号的球出不来了 罗继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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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中锋 我记得啊 马里奇是34号 嗯